最後呢 就有大家非常care的 是不是有難關 之前的報新聞沒有講到有難關的部分 有 超舊級 原三藩隊隊長 試玩贏 只要突破他 你就可以解放他的另外一個心態 出降臨時間 將會是在9月4號禮拜六 台灣的時間是晚上6點開始 然後一直到8點59分 呵呵 不知道難不難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的通關 第五次星期 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康妮 今天9月2號是死神活動第二彈開跑 那我們就非常快速的來看一下活動概要啦 9月1號是《滿報新聞》的時候 也只有三個大消息 第一個就是提醒大家9月8號是船之日 再來第二項當然就是死神活動更詳細的解說 最後就是獸神話情報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一下啦 點開遊戲會有這個死神代理任務 那其實就是要來收集靈力點數 再到普人商店來交換東西 那我們來看看任務有哪些了 首先當然就是會有這個突破對象冒險 突破合作活動冒險 編入合作活動角色並突破冒險 還有使用一次SS 然後過關或者是測速S級 或者是一次冒險裡面獲得一個或者是以上的道具 可以看到右邊的圖像是這個訓練冒險 還有活動冒險 追憶書庫跟英雄神殿 這裡要注意有一些冒險是無法進行部分任務的 那當然詳情大家還是要去看一下官網 到底靈力交換的道具在普人商店可以換到哪些呢 這邊就有舉出像是大家都非常care的寶珠 然後還有這個盒子 因為現在上面看到的是日文 其實它叫做隨心所欲箱 我相信現在大家打開手機就已經看得到了 賀玉啦 然後還有這個英雄之書等等 這邊順便補充一下什麼東西叫做隨心所欲箱 裡面可以轉出的道具會有像是平衡之書 力量之書速度之書還有炮擊之書 四本書加起來轉出的機率總共是60% 那下面兩個獸龍玉奇蹟罐就是各20% 但是這邊要注意囉 普圓商店它一天只能換一次道具 什麼時候重置呢? 欸?凌晨12點的時候 不用難心因為其實遊戲上面呢 你點開它也有寫說你下一次換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再來還有來自護亭石山隊的指令 待會我們也會從遊戲裡面看得更仔細 各種限定的角色 稱號還有勳章等等 戰圖這麼多 粉可愛 瓶子貞子啦 那稱號的話 稱號其實有非常的多 勳章的部分就是非常可愛的魂 對它的一顆頭 超Cute 最後呢就有大家非常care的 是不是有難關? 之前的報新聞沒有講到有難關的部分 有 超究極 原三藩隊隊長 試玩贏 只要突破它 你就可以解放它的另外一個心態 初降臨時間 將會是在9月4號禮拜六 台灣的時間是晚上6點開始 然後一直到8點59分 不知道難不難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的通關 最後受神話的角色就是馬可波羅 飛行 反風 風魔 風換龍 巨蛋射擊之後是反重力回復 ACS會變成貫通型 撞到牆壁的時候變成反射型 友情的部分 水屬性的能量件 無屬性的超強擴大貫通鎖定衝擊波 那麼它是一個反射速度型的彈珠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看看遊戲畫面了 合作活動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切到遊戲裡面 來看看到底是怎麼樣 神代理任務呢就直接點開 左上的這個圖像 對然後在特別這邊呢 它就會讓你看到有這些 提到的普圓商店呢 就在怪物裡面 普圓商店點開寶珠啦 然後隨心所欲箱 特域英雄之書等級之書英雄法章 任選禮時光靈這些都可以換到 但是一天只能一次就是了 再回來這邊有一個手機把它點進去 就是指令 獎勵點開 突破復活的不死鳥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這個滅雀師 對 就是會有這些啦 第十二呢當然就是剛剛講的超舊級了 超舊級突破神殺槍 那點開來看 對我們的試玩營呢 把它打死之後 打死之後感覺很暴力有沒有 就是形態解放啦 那一下就是降臨的時間 大家就是可以 欸打一下 9月4號出降臨喔 當然最重要的呢 還是要來看一下轉蛋的部分 欸其實它是混池啦 只不過就是某一些角色會比較提升 看起來上面這一池呢 應該是第二彈的比較多 然後下面這一池呢 它就是狙擊這個東師郎 然後黑騎戶還有小木鹿奇亞 對那還好我第一彈呢 全部畢業了 而且你有看到我的東師郎居然二十五運嗎 太多東師郎了吧 好 當然希望大家都能夠抽蛋歐氣爆棚 我呢當然也是有預計這一次要來扣死抽蛋啦 可能會訂在星期天的晚上 就要看我們衣服送來的時間 據說是已經運到台灣了啦 拿到我的手上的時候呢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好以上呢就是康尼今天影片了 那如果你喜歡康尼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小鈴鐺開啟 將直播後上最新影片的時候呢 就能收到通知了 當然也請到我的臉書 我羅康尼爆發家五郎 記得幫我按追蹤喔 消息才不會繞結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掰掰 是的那當然呢 因為這個 是的 那當然呢 因為合作活動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切到你手 所以 那當然呢 遊戲 呃 靠杯我到底在講什麼